现在有点 受不了了 你们为什么小事吵啊 我现在不是在做房屋中间嘛 就跑这跑那 特别累 辛苦 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呢 回来九十点了 之前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你做点东西给我吃是吧 这样我回来也幸福 他呢就每天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那我这么累一天 我平时为了省钱 我中午可能就吃点素什么的 我不想到晚上回来 吃点肉呀什么的 你跟他说呀 你会说吃肉 我说了 还有一些 我说你一个人在家那么久吧 是吧 然后你把屋子收拾收拾 把杯子叠一下呀 把你这吊的头发都扫一下 你吃的垃圾蛋 你就别放桌上 放垃圾桶里 他就我可能说了以后 他就去做 我不说他就是还是那样 我们问吧 姑娘你这个资料上面 是淘宝店主是吧 对呀 我也没有闲着呀 我没有挣钱嘛 你这样搞得好像 我就整天在家 就是什么也不干似的 也没挣钱 然后就整天躺那儿 什么都不做是不是 其实他说 我给他做饭这件事情 我之前就是 我也是从来没有做过饭 但是我就是为了他 也自己学着做饭 可能做得不好吃 或者是看着食欲 就不怎么好 但是确实是我用心做的 但是我每次做完之后 他都会觉得不好吃 就特别打击我 我拿手的就只有西红柿炒鸡蛋 你既然觉得不好吃 那我就做我拿手的呗 对对对 就这个样子 但是他就还是一直挑我的脸什么的 这个我就批评你了 做了就是好吃嘛 你非说不好吃 他就不做了嘛 下次要鼓励你 还有就是因为我的淘宝店刚开始 就销量不是特别好 然后客流量特别的少嘛 然后我就看广告嘛 就是说那个拍火山小视频 就可以就是挣钱 然后也可以就是把我的淘宝店 上面的衣服呀 就是挂那上面 果然广告语叫拍视频能赚钱的 火山小视频 我的天哪 然后 赚钱吗 挣钱 是真的挣钱 一条挣多少钱 就是我从六七月份就开始玩嘛 然后我现在是粉丝有一万多 火力值两万多 就是两千多块钱 就是起码我们就是平时买个菜啊 就这种钱是有了 对对 你一天花多少个小时在那就有菜钱了 也没花多长时间 就是记录一下日常啊 就是比如说我去吃个东西啊 然后就拍个小视频什么的 然后比如说我把我的那个淘宝店铺 上面的衣服有喜欢的就可能 就会给你点赞啊 给你转发什么的 然后他就特别不理解我 他就觉得我干什么都拍拍拍 你告诉我 你开淘宝店挣钱 还是拍小视频挣钱 只能说现在就是我用火山小视频 把那个我的粉丝 转化成我的一部分淘宝店的客户 就这样会给我增加收益 等于双成收益 对对对 在火山小视频上你也挣钱 对 转化成你的淘宝店的顾客之后也挣钱 对对对 那不是挺好吗 这个正经营生啊 不是这个好玩是好玩 我也看他玩过一些 然后 你也玩啊 不能说两个人天天就在家玩也不行 他玩就也行 然后我觉得就你白天有那么多时间 你有时间玩 晚上回来 我回来这么晚 你跟我说几句话 有时候我在那吃饭 他就在那就这样 就跟个木头人一样 我就感觉这两个人总不能缺乏沟通吧 是是是是 人家说得很对啊 我其实不是故意那个样子 我是因为确实是刚来北京 然后我就想我们两个能生活得好一点 然后前期我们多加油一把嘛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矛盾也不是因为这个火山小视频而有的 是因为我觉得三年了平时我说一句话 我做一个什么事情 你都应该就是包容我 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就是能懂我 我就感觉就是他太不懂我了 明白 就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觉得这三年的时间白过了一样 这里面有个错位 咱们就拿一个小事情的态度 男生说你白天玩就可以 所以他认为他拍小视频是玩 但是在女生的心里这不是一个玩 女生在心里面至少是一个挣钱的营生 我除了拍这个挣钱 我还能转化我自己的粉丝 变成用户 我挣两份钱 所以女生觉得心里委屈是 我不是玩 我这是正经事对吧 男生是觉得你这就是在玩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女生才会说三年来 我们这感情是不是白搭了 所以大家看这个小事情的堆积 往往会堆出很多问题来 接着说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我在平时就是玩的时候 那个就有粉丝就会想加我的微信 那种潜在客户我就会加一下 交流一下 可能他会买我的衣服什么的 其中也有男生 然后有一天的时候 他就冲我发脾气 他看我手机 是因为就是我把 我跟我那个客户的聊天记录 给删了 他就觉得我有事 我说我没事 他就说想请我吃饭啊什么的 我拒绝了 但是我怕你多想 我就把那聊天记录删了 但是他就觉得删了就是心虚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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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的 那我先找我 我说出来 我只要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